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补身体 所以他们会去找这些蛇血 或者是说像蛇胆 来对他们的身体有一所一些疗效 但是这样子真的五号吗 我们要来看看 这样子是蛇毒 这种蛇毒其实要怎么样来解呢 仔细看看年代晚报 我们要告诉大家 蛇毒如果说你真的中毒的话 请注意 这个重要的关键 四步一药 不要怎么样呢 不要切开 要让你的伤口低于心脏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手被咬到的话 你的手就要放低一点 不要高过你的心脏 再来就是不要吸 这个已经中毒了 就不要再用嘴巴去把伤口来吸 可能会中毒更快 接下来不要冰敷 另外不要用止血带 要的就是要赶快去就医 注射血清 血清哪一些是有效的呢 我们来看看是 像如果说你被眼镜蛇 或是范池芡给咬了 这里面有抗雨伞结 跟范池芡的血清 可以来救命 而如果是百步蛇或是尖吻腹 来咬到你的话 有抗百步蛇的血清 可以救命 另外龟壳花 青竹丝 也是有抗龟壳花 还有这赤尾姨血清 都可以拿来救命 所以可以知道的是说 这些要救命的时刻 必须要赶快送医 因此方先所谓的 以毒攻毒 不是五号 是五号 我们就要来看 今天是一个彰化的男子 他因为呢 在田里被一条长达 137公分的眼镜蛇 给咬伤了左手 朋友就跟他说 你只要把蛇胆 蛇血跟这个米酒 全部混在一起 可以以毒攻毒 没有想到 他当场徒手剥蛇皮 拿蛇胆放在米酒 一口喝下 十分钟之后 呼吸困难 左手严重肿胀 赶快送医 住进家户病房 交互车送来被眼镜蛇 咬伤的五性男子 伤者情况非常危急 立刻住进家户病房 因为朋友跟他说 被蛇咬伤 马上吃蛇胆 就能以毒攻毒 把蛇马上杀死 把蛇胆 蛇放着血 甚至加上米酒 就喝进去 结果不到十分钟 他觉得相当的重胀 相当的痛 呼吸也比较喘 这可不得了 蛇胆配米酒 一喝下去 酒精加速血液循环 毒液散布的更快 原本只要送医 打血清就能没事 五性男子吃下蛇胆 伤势恶化 紧急开刀减回一命 虚弱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抓个刀 抓了 被蛇咬伤喝蛇血吃蛇蛋 看来真的没办法达到 已毒攻毒的疗效 医生也说 完全没有医学根据 民众千万别随便听 就轻易尝试 否则一招被蛇咬 不止是你怕草神 最严重恐怕连小命都不保 你来信 我黄金城 林一佛许香 众后报导 你已输得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